为什么迪斯尼叫我帮他们配那个木兰的时候 还有那个功夫熊猫 我是义不容辞的就去帮他们做 很少钱的 我要花很多时间 我才拿这几千块 为什么 我希望就是透过他们 好像我们拍《莫大黄帝》 李漢强女大 大导演 拍《影响艺术》 《前年听证》 很好看 但是只是在我们中国国 一个外国人来拍 《贝德鲁奇》拍一个《莫大黄帝》 全世界人知道 我怎么样可以利用外国的时候 他们人的那种看法 他们的宏观 去拍我们的中国电影 所以他们去拍我们功夫的熊猫 我们有功夫我们熊猫 我们没有功夫熊猫 但是他们一拍成名 全世界是知道功夫熊猫 所以我帮他们去拍 帮他们去拍木兰 希望木兰的成功 可以他们来到我们这边 拍梁山博 或者是《红楼梦》 更多人去知道 这就是我一步用此地 去《红楼梦》做这个事情 应该大家这几天 就有空去看看《厉害我的国》 《厉害我的国》 真的是很好 你才真正的看完之后 就会感觉到 身为一个中国人很骄傲 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发展 真的是一千年 太好了 但是我们希望《厉害我的国》 也可以配成英文 到外国去放 给外国人多了解我们 两年前嘛 我带他 请他来中国玩 他来到中国玩 Oh my god This is 北京 我说你认为北京是怎样 我以为北京一架飞机 还拿这个机关枪呢 他马上跟我讲 我们美国太自大了 太 selfish 根本不知道中国发展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 可以令到更多的外国人 去看我们的纪录片 介绍我们的纪录片 所以就是 不是我一个责任 是我们全 全中文的责任 怎么去 介绍我们中国 那香港电影 可以多说几句吗 因为很多人担心 香港来内地的发展 好不好做 这很合拍片的理由 现在 只有一种电影 叫中国电影 香港中国电影 就是 一个local电影 还有一个中国电影 有些我们拍香港电影 只是拍给香港人看 但香港人也可以 拍鸿海电影 给全中国人看 所以很多两个 没有说是香港电影 现在没有了 台湾电影没有 台湾电影 你好的 也很好啊 只是你拍什么片 香港的艺人 怎么样可以 有台湾艺人的用待遇 我都在争取 您那个12生效 上次被波及的心情怎么样 当时 是有一些很无聊的人 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 怪他们 还无知吧 应该他们多了解一下 这个是 我捐给 国家无怨的时候 以文化会出发点 没有任何心态 只是觉得 把这种文物 你看 现在这个 在新加坡 我也捐去了 现在法国博物馆也在谈 我只有12套 如果他们是不喜欢 我很高兴地拿回来 捐到别的国家去 我希望如果他们不欢迎 希望他们有关单位 把他原装包好 把他拿回来 就算损坏了 我也要 我也要要 这个 宣传这种 反战的意义比较大 离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